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第一次意识到 做公益不一定要苦和累 也可以是场全民参与的趣味游戏 既然公益可以是一场游戏 那么公益能不能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节日 让大家像过春节那样 在特定时间内都来参与 冰桐挑战发起后的第二年 腾讯公益联合多家公益机构 发起了国内首个互联网募捐日 99公益日 号召全民一块做好事 从2015年发起至今 99公益日已经持续第九年 这九年来 99公益日逐渐成为中国参与人数最多 影响力最广的公益行动日之一 99 谐音 99 意味做公益应该长长久久 而不止于这一天 然而 这些年围绕公益的争议始终不曾散去 郭美美们还存在吗 老百姓的捐款是否都落到了实处 慈善公益是不是富人们的作秀 公益这个行业的信任度是很脆弱的 上海珍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说道 而为了守护这份信任 99公益日提出理性公益的倡导 在他们眼中 公益不该以眼泪博取同情 只有让公益真正回归理性 才能不辜负每一份善意 不少中国人第一次通过互联网参与公益 是于15年前 2008年5月12日 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特大级地震 关于地震的报道里 满目皆是坍塌的楼房废墟 以及被压在废墟下的人们 天灾面前 全国人的善意空前凝聚 腾讯 阿里 新浪等互联网企业 在捐款捐物的同时 迅速组织线上募捐 号召每个平台的网友参与 最终 认捐总额超过71亿4697万元 这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第一次 大规模参与灾难响应 因此 这一年又被称为 互联网公益元年 大众心中燃烧的公益火苗 却在两年后 又被郭美美炫富事件 无情地熄灭 一位叫郭美美的女孩 晒出大量豪宅和奢侈兵的照片 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即使后来经警方查证 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毫无关系 舆论和质疑声依然呼啸而来 公益行业从业者们回忆到 那阵子只要出门就会被问 你们单位有没有美美吗 人们的质疑既源于 郭美美炫富事件 也因普通人对公益的不了解 在当年组织以及参与公益活动 都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捐钱捐物构成了人们最早对公益的理解 1989年发起的春蕾计划 曾是这种公益模式的代表项目 春蕾计划在三十多年间 帮助超过三百万女童完成学业 但这些年来 新闻上不乏出现贫困儿童上学后 心理失衡的现象 对于贫困女童的经济资助固然重要 可仅仅给她们提供经济支持 真的足够吗 公益活动的发展来到第二阶段 关注受住者的精神需求 在捐款的基础上加入捐陪伴 春蕾陪伴计划应时而生 出生在大梁山不脱线的女孩 托托就是受益者之一 三岁那年 托托的母亲因难产去世 父亲为了养育两个孩子早出晚归 小托托在照顾自己的同时 也要照顾年幼的妹妹 看上去内向且自卑 当春蕾陪伴计划了解到托托的情况后 不仅资助她上学 还邀请她参与春蕾陪伴营会活动 在大家的陪伴和鼓励下 托托逐渐消除了内心的自卑 更爱笑了 常和周围人分享读过的书籍内容 如今 托托已经成长为面容清秀的少女 阳光下 她时而干浓活 时而捧着书本读诗 笑容真挚灿烂 她感谢所有帮助自己的人 让我觉得世界上有人在关注着我 精神上的陪伴与肯定 对于受助者 比捐赠钱和物更有价值 也更有收获 来自黑龙江的男孩刘一 自幼被确诊为自闭症 2010年 母亲带她来上海上特殊学校 他们在郊区租了间约租100块的房子 伸手就能触碰到屋顶 在此期间 刘一展露出绘画天赋 画画时 她会目不转睛地盯着画布 画作成为刘一和外界交流的特殊方式 2017年 刘一母亲发现 不少朋友在朋友圈转发儿子的画作 一幅是奇妙十二页 画得十二生肖 另一幅是最好的时代 最坏的时代 刘一说 那是好人在惩治坏人 还有一幅梵高 刘一认为这是她的兄弟 后来刘一母亲才知道 这个活动是腾讯公益 与WABC无障碍意图 上海公益艺术中心 联合出品的小朋友画廊 小朋友画廊 让刘一这帮孩子 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 有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作为家长 我希望这样的活动 能够持续办下去 刘一母亲称 家庭贫困的女孩脱脱 以及自小患有自闭症的 男孩刘一 她们的物质生活 或许贫苦 但都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 精神陪伴 趣味 多样化的公益活动 激发了她们的创造力 更重要的是 让她们亲身体验到 世界的广阔与善意 好的公益活动 不仅能帮助受住者 同样能让捐赠人受益 68岁的退休老人 杨光潜 和其他爱下棋 跳广场舞 围绕儿孙传的 同龄人不同 她生活里最大的爱好 是走路 以及帮别人 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在她成长的年代 做好事的年轻人 被称为学雷锋 有次 她在报名社区 志愿者团队后 刚走出一段距离 就听见工作人员讨论 这么大年纪 还学雷锋呢 这件事 并没有让杨光潜受挫 她反而更积极地 报名其他志愿者活动 她常说 退休后 无事可做 想给社会 留下点什么 在接触公益后 杨光潜发现 每天坚持走路 也能帮助别人 自2019年至今 她在腾讯公益 捐出三千万步 平均每天走三万步 是数亿捐步者中 捐步最多的人 善有善报 阳光潜称 这些举手之劳的小事 既能助人 也让她的身体更健康 我的身体得到了锻炼 天天和人沟通 也能预防老年痴呆 精神生活更充足 公益从不只有一种形式 当互联网与公益结合后 出现了更多 以更新颖的玩法 像杨光潜这样 在网上捐步数 答题 都是参与公益的方式之一 退休老人杨光潜 在接触公益后 身体变得更健康 而在千里之外的 80后小伙 张新斌 则是借着互联网的力量 带动了村里的留守老人致富 张新斌 是守望大山公益组织的发起人 一次回家探亲中 他发现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 外出务工 只留下留守的老人和儿童 不少老人 既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 也没有精神寄托 整日孤零零地坐在门前 看着连绵的大山 这让张新斌有些难受 他迫切地想为这些老人 做些什么 起初 他想过给老人们经济扶持 但很快意识到 传统捐赠 无法改善留守老人的生活现状 反倒让老人们有些抵触 觉得自己是在被志愿者们施舍 不久后 张新斌想到了一个双赢的念头 以买代捐 并将公益项目命名为 外婆的礼物 通过爱心认购 募资给山中老人发放鸡苗 鸡苗养成后 再向捐赠者返还鸡蛋 他还邀请留守老人 来到自己的直播间 给大家介绍优质的农产品 张新斌称 自从外婆的礼物项目出现后 村里老人们生活都有了笨头 只有让受助人和捐助者同时受益 才能让每一份善意更有价值 也让心怀善意的人 在公益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包括腾讯 阿里巴巴 新浪 字节跳动在内的互联网企业 因为做公益 从商业上的竞争伙伴 变成了并肩队友 这些互联网企业 共同创新公益形式 募集善款 形成公益行业的奇观 也在国际上 打造了一种成功的 中国公益样本 去年 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 公布了一组数据 最近三年 每年有超过100亿人次 点击和参与互联网公益 互联网 让公益活动 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人们不再对公益感到陌生 反而培养起 随时随地加入公益活动的习惯 联合国粮食署工作人员 周伯涵成 在国外 单次筹款 没有达到10美金的项目 通常不受重视 但在中国 不少公益项目 都是捐部署 公益答题 爱心午餐 这些来自普通人的点滴善意 像是涓涓细流 即使力量微弱 终能汇成广阔江河 到了今天 距离互联网公益元年 过去了15年 99公益日 也迈入第9年 99公益日 逐渐从腾讯平台发起的 公益日 发展为全社会 共同参与的公益嘉年华 好事之途片尾 回溯了国内公益大事件 也记录了99公益日 过去每一个特别的时刻 2015年9月 99公益日 作为中国首个互联网公益日 正式诞生 2016年 慈善法实施 我国开启 依法治善时代 99公益日 在三日内 共筹善款破6亿元 670多万人次 参与其中 2017年 小朋友画廊活动 在互联网刷屏 像刘依这样 有些特殊的孩子 他们的才华 终于能被更多人发现 2018年 小红花活动上线 只要网友的捐赠金额 部署 或者阅读时长 达到一定数量 就能获得小红花 人们恍然间 像是回到童年 不断收集小红花 找回了 最简单纯粹的快乐 之后的每一年 99公益日筹集的善款 都在不断突破 截至2023年6月20日 超过7亿人次 通过腾讯公益平台 捐款总额 超过244亿元 汇集约12万个 公益慈善项目 越来越多的企业 机构与个人 正在成为 互联网公益的同行者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 99公益日 而今年 99公益日 进一步回归用户 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 99公益日 首次开创性 设立跨平台配捐 让更多公益组织 参与进来 也增加了不少 新的共创玩法 无论是微信支付的 分分捐 还是玩王者荣耀 和平精英等游戏 亦或是 阅读腾讯新闻 听QQ音乐 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 都能通过 解锁小红花 从而助力公益活动 小红花成为一种 爱心符号 不少参与 99公益日的用户 非常珍惜 收集来的小红花 我希望把 充满爱的小红花 种在我们 每个人的心里 盛开在人间 有爱的地方 这无形中 也契合了 99公益日 自己的生命力 小红花接力活动 便是如此 正如北京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 金锦平所言 我们可能不再意识到 这个平台存在 但是 又无处不见小红花 同时 99公益日持续呼吁 让公益回归理性 比如付款前 设置冷静器功能 强制弹窗 展示项目的筹款 和运营进度 以及上线透明度组件 都是来确保 公众的捐款 能被真实有效地使用 做公益 是件长期主义的事 只有提高理性 与透明度 才能在公益 这条路上 走得更远 马化腾 曾在给腾讯内部的 公开信上写道 99公益日 真正的价值 不在于 短短几天的 捐款数额 而是让指尖公益 融入到每个人 每一天的生活中去 过去九年 99公益日的探索之路 或许曲折 却也实现了 发起时的初衷 在更多人的心中 种下向善的种子 见证着它们 生根和发芽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每个人都有 需要帮助的时刻 希望在你需要帮助时 眼前也有一只 愿意拉起你的手 人人一小步 公益一大步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把它分享到朋友圈吧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你的收听